不知不觉 Pro Duo Altiva 已经卖了差不多有几个月 而且没有意外的它成为了马来西亚市场最畅销的 SUV 车型 以及最畅销的 Turbo 车型 那么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会期待 接下来 Pro Duo 会引进什么新车呢? 这边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在今年 Pro Duo 应该会没有新车 可是在明年的话会有两款中量级的新车登场 究竟这两款车是什么车呢? 今天的节目我们会带大家去看看这两款车有什么值得期待的地方 第一款车要讲的就是马来西亚畅销车款 Myvi 的小改款车型 这款车型在 2017 年的年末登场 销售到现在其实已经卖了一个4年多 是时候要小改款的 可是在去年原厂只是推出了一个小幅度升级的版本 这个版本只是增加了一个新颜色还有 ASA 2.0 看起来并不像是真正意义上的小改款 大家不要伤心 因为真正的小改款可能会在明年的年初登场 至于小改款的外观有什么差别呢? 首先我们可以从之前原厂透露的一些消息知道 这款车的硬件设计上面都会有一些改变 原厂之前表示 Myvi GT 是不会投产的 可是未来 Myvi GT 的设计 会在这个 ProDual Myvi 上面有一些体现 而这个体现就是小改款的车型 所以我们相信 Myvi 的小改款会有一定程度的 Myvi GT 严肃在 变得更为运动化 另外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这款车的头灯组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改变 另外它应该也会导入跟 Altiva 一样的远近光灯自动调节系统 在外观上面更加运动化是肯定的了 而至于在内装上面基本会保留目前的设计 但是增加了一个很实用的配备 就是 Armrest 目前的 Myvi 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 Armrest 所以你在开长途的时候你的手没有地方放 会有一些疲劳 至于在安全配备方面呢 我们其实不用什么怀疑啦 因为目前在这个 Altiva 上面已经采用了 ASA 3.0 的系统 而在这个小改款的 Myvi 上面呢 作为 ProDual 的畅销车型 他们应该也会把这个 ASA 3.0 放在 Myvi 上面 ASA 3.0 对比 ASA 2.0 有什么进步 首先就是它的这个 自动紧急刹车 可以运作的速度更高 官方给出的数据是 时速80公里 它可以侦测到行人还有脚踏车 再来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远近光灯自动调节等等 至于会不会导入这一个主动式定速巡航就暂时还不知道啦 引擎的动力配置上面 据说这款车没有 Turbo 大家会不会失望 其实也不用太失望 因为这款车虽然说还会延续原本的 1.3 公升跟 1.5 公升 Dual VTi 自然进行引擎 可是变速箱会有证据 根据我国的媒体 FANTASICO 的报导 它的变速箱会从原本的四速制排更换成 和这个 Altiva 一样的 Dual Mode CVT 在这样的改变之下 这款车会有更好的油耗表现 跟更好的动力表现 而且得益于这个 Dual CVT 的这个特性 它在车辆加速的时候可以切换到齿轮提供车辆更好的这个伪力 也就是说以后的 Myvi 高速可以跑得更快 不过提醒大家的是 不管你开的车 动力表现多么的出色都好 还是小心驾驶为主 不然的话 吃到这个流肉干是小事情 如果不小心发生意外的话就得不偿失了 作为 Pelodo 最畅销的色情 Myvi 的小改款一定会有给我们惊喜 而这个惊喜究竟会多大呢 这个还是要等待原厂的公布的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 Myvi 的小改款 他们的这个产品代号有进行的更换 原本的代号是 D20N 这次新的代号叫做 D51A 所以可以看出这个产品在硬件上面 会有很大很大的更新 所以我们期待一下这个国民小钢炮会有什么样的进步吧 接下来的第2款车型是全新的车型 也就是传说中的 MPV Produa 目前产品阵容中只有一款 MPV 车型 就是Produa Elza 这款车型其实贩售了接近10年 不应该是超过10年了 所以它的产品力 竞争力已经是大大的落后 可是因为市场上没有同级的对手 所以它平均一个月还是可以卖1000多辆左右 但是Produa 还是决定为这款车推出大改款车型 这个大改款车型暂时还没有太多信息 可以知道的是它会基于这个全新的DNGA平台打造 也就是和 Artiva 一样 另外这款车也有很有可能取代在印尼Awanza 的地位 也就是说这款车会从原本的后驱平台变成前驱平台 舒适度上面应该也会有很大的进步 毕竟在 Artiva 上面我们已经见识到了这个 TNGA 平台的进步 所以这款车还是值得期待的 接下来根据早前日本媒体的爆料 这款车型的引擎配置不会用这个1.0 Turbo Engine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98 PS 引擎推动一辆七人座的 MPV 够不够力 根据日本媒体的消息 它采用的是1.5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搭配混合动力系统 以及1.3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搭配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不过我们相信马来西亚版本应该不会有混合动力 就算有的话应该也是轻度混合动力版本而已 因为在早前 Artiva 的一个预览活动上面 Produa CEO 曾经表示过 混合动力是Produa 未来的方向 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下 这款 MPV 车型可能会是 Produa 首款混合动力车型 另外我相信原厂应该也是会推出一个 1.5公升的自然进气版本 来推动这款车 毕竟现在的 Alza 也是采用这个1.5公升的引擎 在市区驾驶的话 这款车的动力表现 其实是足够的 也不会出现动力不足的情况 至于在安全配备上面 Produa 这几年在安全配备 都很慷慨 所以大家不用怀疑这个 ASA 系统会不会出现在这款车上面 我觉得出现的机率 会是高达99% 至于会不会有ACC 我相信还是有可能的 因为如果它搭载了ACC的话 不单是马来西亚 第一款这个价位 拥有ACC的MPV车型 而且还可以大大提升它的竞争力 让它成为国名小MPV 因为目前 Alza 的能见度很高 所以它的继承者 没有一定的精良的话 怎么去继承这个 大哥的王位宝座呢 以上就是坊间传闻 Produa 将在明年推出的 两款新车型 大家不要对哪一款新车型有兴趣呢 不过要告诉大家的是 这些消息 其实都是一些坊间的消息 原厂还没有进行证识 而Produa 一直以来的这个传统 他们在新产品发布前 也不会告诉你太多相关的信息 但是基本肯定的是 这两款车型没有意外的话 明年都会和我们见面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影片内容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期待的车款 想看的话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量找时间 把这些车款的详细内容拿出来 给大家聊一聊 好啦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记得 要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你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